台湾市长早安 早安 台湾市长林佳龙变身网红直播 要介绍台中八百路捷运快线公车 这个就是特别为那个省站车 做了一种快拨 林佳龙边走边讲 这是突然旁边出现的交通局长王毅川 默默地走在市长后头 仔细看 他手上怎么拿着一包乖乖饼干 还一脸笑嘻嘻的 哎呀 市长可能很少搭公车 刷卡逼了好久 好不容易和局长坐定位 这时又突然 大家好 先冲你 今天机器没有换 乖乖饼干果真有发挥功效 13多分钟的直播非常的顺利 下车时还有市民想跟林佳龙拍照 只要跟市长去直播 我都会带着乖乖 然后在我讲话一开始就交给小编 然后叫小编通知那台机器 说你不要当机 很难得的直播机会 真的不能不信 其实不少科技厂为了防止机台当机 都会在机器上放包乖乖 象征乖乖的别出事 市长林佳龙最近推出台中龙走透透的直播 过去还真的发生过机器出包的状况 好 我们刚刚设备又不乖 今天没有准备乖乖 就怕出包的情况再发生 交通局长王毅川和市长直播 明明人高马大的 却全程拿了包乖乖 这突兀画面还真的让人印象深刻 散新闻 正面堂方品门台中 采访报道